对于男生的吸引力 对啊 对啊 那不成立于一个 就是在一起的条件吗 对 其实这我们所讲的外在条件 皮子心脏的那个可能很高大 人脑猪黄的嘛 心脏他高大 心脏他有身材 我们觉得说这个是很自然的 那刚才我举了个例子 是因为那个女生本身 她其实在她的生活当中 她没有什么主见 她往往都是由她的妈妈说 爸爸说 所以在互动当中呢 她发现到这个女朋友呢 一直都有这种依赖的心理 依赖别人的意见 结果后来他们结了婚了 经常这个男人不说话了 要觉得说这个太太太多东西 都要回去商量 没有尊重她这个丈夫 其实还在分钱的时候 一开始知道 她很多时候 她没有去面对那个问题 寄老分后 她的面提在前面了 她只能逃避到逃避 对啊 甚至有一些 他们结婚了很久 不是结婚了 在一起很久了 六七年了 就刚才我们的William讲的 有些时候不舍得放 因为我们都一起走过这样的岁月 也共同了一些一些记忆嘛 就不舍得 但是实在有问题的 彼此间有一些的 所谓的观念很大不同 他们就将就下去 就是一个年纪了 我还在找另外一个嘛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对啊 出了素素的感情 对啊 其实William 那你过去你说 有在一起五六年了 在你要分手那个时候 会会 你会舍不得 或者说其实三四年的时候 已经发现很大的问题 对 我觉得我很赞同老师所说的 投资学的那一个角度 就你投资了那么多 对 你现在放弃的话 不是太亏本了吗 对啊 然后就越拖越久 然后就算可能会 发现到一些问题的存在 但是也不会去正视这些问题 就会觉得说 有更重要的东西 要先处理 对 就说已经五六年了 可能不用紧 这些问题 待会再解决 这样的东西 但是所以老师在我 我觉得很多在外面的一些朋友 也有同样的问题 对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要怎么去 好像你说个性的问题 那我不可能说 在短短的一两年 就把个性改变过来 有可能吗 对 这个是江湾一改 本性难的 对 通常我们说 就是 我可以换掉你吗 老公 应该不行 好不舍得换掉我呢 就是如果William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是 直接倒入那个 那个重点 就是说 其实不能够说 看到缺点就逃掉 就不要他 换一个人 天下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其实都是有缺点 那等下我们会谈到 分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慎重的思考 我要跟他跑这么多年 我是否长期要逃避那个问题呢 问题永远存在那边 甚至有些人长期面对不好的互动 他觉得说 世上没有真爱的 不可能有这么感情 我觉得 有很多 可能是女生 甚至是男生 都会有一种心理 就是 我现在跟他在一起 我发现他有问题了嘛 可是 我觉得 我可以把它改造成那一类型的 对啊 就是我们讲的塑造 对 塑造型 对 那我以前也想塑造你 他有缺塑造我 好撤离啊 嗯 塑造爱情可行吗